- 养孩子当然难 我有三个姐姐妹妹都有小孩 我都程度上看到他们养孩子的过程跟困难的地方 大家好我是Paul 最后到周五因为嫉妒 我自己没有那也不想要 但我可以想象他有多难 但也只能想象 想象是绝对会被人家笑的 这是一个骗语 这不是说我不认识杰克 所谓的You don't know Jack 就是你屁都不知道 你屁都不懂 所以Jack这个字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有趣的意思 You don't know shit You don't know Jack 这里的标题 What's the worst part of having a child 所以养小孩最糟糕的部分是什么 我本来理解为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西方观点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 下面他说了些什么 所以第一个人说了 It's incessant It never stops You never get a day off Yeah 所以这个词可能你不是那么常看到 Incessant 就是不停止 OK 像一个喋喋不休的在跟你讲话 在唠叨你 Incessantly Nagging at you Incessant 所以他又重复说了一下 It never stops Same thing 你一天放假都没有 You never never get a day off 这样子 那你就会从以前啊 你可能是周休二日 到现在没有休任何一日 So going from Having two days per week to relax and do whatever to literally never having a moment free from responsibility 这个句子有一点难懂 因为你看到这里有一个to Right 这里有一个to 对 好像也只有两个啦 好 never mind 那我要说的是 这里的from跟to 你知道from跟to的意思 就是you go from A to B 你从A走到B 所以from后面一个名词 to后面又一个名词 就是从那里到另外那个地方去 所以他这里的from呢 就是having two days off per week 所以一周有两天 to relax and do whatever 所以这个部分是 这一整条是A 所以你不要看到这里有个to 你就想到 哦这里就是from跟to 并不是 因为这里的to后面是一个圆形 也就是说 这一组是一个不定词 我们刚刚讲的from A to B to后面必须是名词 不可以是不定词 所以我们就知道还没到 所以后面这里的to to完加了一个having 你看文法的细腻处就在这里 Right 所以having to having 所以这里的平行结构 这大概不叫平行结构 对不起 口误 所以这里的这个from A to B的这个结构 是非常扎实的 OK 所以不要被前面的第一个to relax给骗到 因为那不是B的部分 So going from having two days per week to relax and do whatever 好所以from第一个部分讲完了 to到什么呢 literally never having a moment free from responsibility 这literallyOK啦 所以就一分钟的 就是没有责任的片刻 都是没有的 OK 一分钟都没有 也就是你无时无刻都有责任 literally never having a moment free 一分一分钟自由时间都没有 from responsibility 好OK 来 再来 再来 再往下看 我们其实我主要想讲的是 这里有几个很发人省思的一句一句话 那是我特别想讲的 因为我想做这一集另外一个出发点是 又想到了我最近家人离开的这件事情 那就是回头来看就会觉得说 其实跟家人能相处的时间真的是不长 那也听过很多父母在说这件事情 就是能陪孩子的时间还真短 那过去的我从来没这样的感悟过 现在有了 倒过来说也一样 孩子能陪父母的时间还真短 OK 那我相信我的姐姐可能已经慢慢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姐姐的小孩大女儿现在要去上大学了 可能就要搬出家里了 小女儿还在 但是已经读到了好像是国 干你看我自己外甥女的 年纪有时候想不起来 她是不是国二啊 好anyway 所以她可能也慢慢要上高中 然后上完高中也是要去 然后就去上大学或怎样的 所以其实跟孩子之间的连结 就相对来说一定会远很多的这样子 但是你活在当下的时候 你又会觉得一天一天还真难熬 Right 所以这里有一句话令人感悟非常深 The days drag on But the years fly by OK 那文法正确 Drag的意思就是脱啊 脱意啊 所以一天一天觉得好辛苦好累 这样子 The days drag on 怎么今天还没结束 就我的孩子在公园玩了半天 回到家还缠着我继续 跟他玩拼图游戏或什么的 然后打死不睡觉这样子 所以今天有一天好长啊 The days drag on 可是不知不觉你孩子已经 10岁20岁了这样子 But the years fly by 所以这个我相信一定有人 可以把它翻成很漂亮的中文 我做不到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自己去试试看 所以每天很漫长 但是年啊 一下就飞过去了 OK 好 然后 再来 下面这句也是 这是有一个人的妈妈说的 墙壁上的指纹 小朋友可能就 长手在墙上摸来摸去 留下一些fingerprints 那这些指纹越来越高 so the fingerprints on the wall get higher and higher and then they disappear altogether 所以上面这些指纹呢 越来越高 然后到后来就都不见了 这样子 OK 好 然后再往下看 这边也是一个 这个人发的这个回应 他也是颇令人感动的 我把它整段读一下给你听 When I was 19 We moved out of the house I had grown up in Moved in with my mom when I was three and my sister four 所以当他19岁的时候 他们从 他们生长的那个家的房子里 就搬走了 We moved out of the house I had grown up in 那他当时是3岁 姐姐4岁的时候 跟妈妈一起搬进去的 所以也就是说 从那边 他过了16年 这样子 搬出去了 现在要 Before moving out 在搬出去之前 他们需要把房间 房子漆一漆 So before moving out We had to paint all the walls 没问题 OK 包括什么呢 Including one 包括有这么一面墙 Including the one 特别是加了the 那一面 Including the one 那在那个墙上 过去16年来 妈妈固定的 会飙她跟她姐姐的身高 这一句中文 讲起来 都有点 不利索 我再说一次 你大家有听懂 所以他们要漆那面墙 而墙上 妈妈 刻着他们 长高的 记录 大概这样中文也就听懂 这要怎么翻成英文 好难 对不对 所以在墙上 妈妈刻着那个记录 你就大概得用 关系代名词 Because because her mother 或 his mother marked his height on the wall 所以这个握 是地方扶持 mark 就标记 标记身高 mark the height their height on the wall 标在枪上 所以 on加上名词 就地方扶持 所以 before moving out we had to paint all the walls including the one on which my mom had regularly marked the height of my sister and me 这里大家看懂 对不对 而且他在这里 on which 先加了一个 时间副词片语 for the past 16 years 在过去 16年里 所以我刚 跳过那段不读 就是因为 我很直接的 on which 我直接先给你看 主持动词 就妈妈标注记号 这件事情 那我们把时间 副词塞进去 再读一次 so before moving out we had to paint all the walls including the one on which for the past 16 years my mom had regularly marked the height of my sister and me 这样有没有 好懂一点 希望有啦 OK 所以读起来算利落 可是你看 要你去翻译 这个句子 还真他妈难翻的 对不对 好anyway 那 那你要把这片 想弃掉 对不对 就标了这个身高的墙 要漆掉 for some reason 所以也为了 不知道某些理由 妈妈坚持自己来 for some reason she insisted on painting over it herself 她要亲自来 but couldn't stop sobbing while doing it 但是一边漆 就一边在哭泣着 因为就很感动吧 大概是 这个年纪的 这个 不要讲年纪 就是这个 该怎么说呢 总之就是一种岁月的感动 大概是 好 然后再来 下面也是一个 我觉得很令人 这个 呀 这一句 这一句 好 那 讲到这一句 我又想到了 我妹妹 今天就在我录制 今天 甚至就几个小时前 她传给了我几张照片 那这照片就是 我爸爸妈妈有一年 在煮年夜饭的照片 所以就看到 他们在那里煮 拿着锅子 搅着东西 然后旁边拍着照 那照片里面 爸妈当然相对 还是年轻一点的 据了解 好像我妹写着 那是14年前 那在那个时候 我妈还算健康 到后来她已经 不太能够活动了 那 所以我就回了一下 我妹我就说 其实我们都 我们都 吃过 就 这个中文该怎么讲 我觉得 怎么样才能表达出 它真的英文里面 真正的意思 因为我现在讲这句英文 跟 就是 现在荧幕上这句英文 跟我现在要讲这个东西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不然我先讲这个英文 好了 我看这个英文 你能不能听懂 这英文说的是 You don't know it But one day You pick up your kid 对不起 再次 I butchered it 再次 You don't know it But one day You pick your kid up for the last time 就这一句 好不好懂 试着解释一下 你不知道 You don't know it 你不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 But one day 对不起 过年 我没在放便宝 但有一天 你是 你会 把你的孩子 抱起来 而那是 最后一次 把他抱起来 但是你不知道 所以 这个句子 其实是很有深度 在里面的 你想象一下 你的孩子 现在 七岁 七岁可能都已经 有点 五岁 五岁抱 他还很OK 对不对 六岁抱不抱 七岁抱不抱 因为六七岁 已经国小了 国小的孩子 还可以被妈妈 爸爸抱在身上吗 可能很难了 对不对 可能很难了 所以 你会 总有一天 你会 把孩子抱起来 抱一抱 然后 他想要下去 跑了 你说 爸爸我要下来 好 放下来 而那 就是 最后一次了 你当下知道 这是最后一次吗 怎么可能 你可能会觉得 孩子跑一跑累了 跑到你这边 抱抱抱抱 你就又 把他抱起来 那就又有下一次 但是 总有一次 会是 最后一次 而你永远 不会知道 那最后一次 竟然就是 最后一次 See That's deep That's so deep 我再读一次 You don't know it But one day You pick your kid up For the last time 回到我刚刚讲的 我爸妈 做年夜饭的事情 我就在照顾 他们最后 这段时间里面 我时不时会想起 这件 想着这件事 就是 其实我已经想不起来 我最后一次 吃我妈妈煮的东西 是什么时候 但是 肯定有这么一餐 是我吃着 妈妈煮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就是 最后一次 吃她煮的菜 然后就没有下一次了 因为她就没有再煮 下一次了 她已经身体弱到 无法再煮下一次 而我那一餐 就是妈妈煮的 最后一次的餐点 而当时的我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 值不值得珍惜 当然值得 但是你甚至不知道 这该珍惜 因为你不知道 那就是最后一次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it You don't know it But it is the last time That you enjoy something Whether it's hugging your kid picking up your kid Or eating the meal That your parents prepared for you 好 所以这个句子 我看到了 超有感的 超有感的 All right 下面呢 也回应了 Fuck This just hit me hard Yes Right 所以这个东西 真是很强烈的打中我 那这个人说 我的儿子在楼下的地上睡着了 结果他就把他抱到楼上去 然后他完全忘记 这个孩子已经跟他一样高了 这样子 所以他觉得超急 这样子 All right 然后他就有理解到 他真的不记得 上一次把他儿子抱起来 是什么时候了 这样 或许这才是最后一次 儿子不小心在地上睡着 可能是国中生的 不一定 然后你把他扶上 到楼上去 可能已经不一样了 你并没有真的抱他 你可能是用 扛喝醉的人的方式 把他扛到楼上 That's different That's different Right That's different from picking up somebody Right OK 好 所以这一句 来 再来 再多看一个 这边 好 所以他说 My son is seven And my daughter is almost two I actually have guilt That I'm going to be older And more seasoned With her I feel like my son had to live through My figuring out Now Oh Figuring out how to be a mom And my daughter gets the revised version 这是我姐姐妹妹分享过的事情 第一个 照书养 什么专业知识 就是去把它收起来 然后养第一个孩子 第二个 像猪一样养 然后随便养 因为反正他会长大 所以儿子七岁 然后他女儿现在大概快两岁 My son is seven And my daughter is almost two 那这边应该句点 他说 他事实上会有罪恶感 I have guilt That I'm going to be older And more seasoned with her 所以这个我要讲 就season这个字很有趣 一般理解为季节 可是它可以被当成一个被动的形容词 就是说你很老练了 这样子 你经过了季节的更迭的体验 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去处理 什么什么事 seasoned So I'm going to be older And more seasoned with the daughter 那这边又应该是句点 这个人很会run on sentence 不管了 然后他觉得他儿子就必须要去 活过那一个 我到底该怎么办 去妈妈边学边走边学的这个过程 I feel like my son had to live through me figuring out how to be a mom 而他女儿则是得到了一个更新版 所以这里有更新用的字叫revised 这revised就是有校定更改的意思 所以女儿得到的是更改过的更新版的妈妈 这样子 好 这个 所以你看 其实东西方没有太大的分别 当父母 你都会得到最后有similar的一些conclusion的 真的 那下面能劝他不要这样子想 这样 OK 然后再来就是一样 另外一个我们发现有趣的地方是 他的标题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养孩子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对不对 然后下面接下来说的 除了那一个永远没得休息的那一点 是大家共同点之外 其他人在说的 其实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这讲的反而都是一些 你看刚刚说的 你永远不知道你最后一次 这会是最后一次你抱你的孩子 Is that tough? I guess so 因为这是他们所留下来的留言 所以这反而是大家觉得困难的部分 困难的部分不在于养的部分 而在于其他的 Right 其他的 像好比刚刚说的这一个 把墙上的记忆擦掉 That's hard The raising part was not hard Raising a child 但是抹灭掉记忆 让孩子长大离开 That's hard OK 那下一个这也说的是 看着他们犯跟你一样犯的错 That's hard 所以养的地方不难 但是眼看孩子犯同样的错 所以这里读给你听 Watching them Make the same mistakes you did Even though you told them Not to make those mistakes Yeah OK 那不过我这一点 我倒觉得有待上去 对我来说 因为我觉得犯错这个体验 也是成长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即便我爸跟我说过 不要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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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时候我就觉得 我就是要去犯那个错 来体验一下 看看 你体验过这个错 那是你的事 我没有体验过 我要去体验 那是我的事 不过有些东西真的是不要去犯 例如说借人家钱 不要替人做宝 这个错倒是应该跟孩子说 并且大家都不要犯 可是 that's really just stupid 跟朋友之间不要谈钱 这个是金客预律 怎么会讲到这里来 but anyway 好我想这一集到这里 大概差不多 我想看的部分 已经看完了 好 所以大概主要讲一些 像这个 The days got a dragon but the years fly by 好有哲理 再来就是 You don't know it but one day you pick your kid up for the last time You don't know it 好 到这里OK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